很早的时候就想为于晋将军写点什么 作为曾经三国的名将 似乎了解他的人不多 甚至把他当作一个反面人物来看待 伴随历史尘封的可能 只是他投降的那一个灰暗的景象 他的墓碑上已经蒙上了厚厚的灰尘 但我想写一写 来唤醒人们对于于晋的认识 翻开三国至于晋的出场 就和别人不一样 属将军王朗 朗一只 渐进才认大将 于晋的评价看得很高 于晋作为一个将军 看中的不是所谓的公民 而是实实在在的人命 从崭清周冰 公园上 获生数千人 等等事迹 下面是于晋的展昌西 历代的文人似乎都对于晋的做法感到难于理解 法理之外 无非人情 为什么要杀这个曾经的好朋友呢 我是这么理解的 对于一个看中实实在在人命的于晋将军 来说一个屡次叛乱的昌西 显然就算这次不杀他 他再次叛变会带走多少无辜的生命 不如杀了他 保住一方平安 我们来看看于晋的表现 龚广七 拔之 代姓陈都位 从陶吕布于蒲阳 别破布二营于城南 又别将破高雅于虚昌 从宫寿张 定陶 离狐 为张超于永秋 接拔之 从征黄金流辟 黄少等 藤板梁 少等夜席太祖营 近率麾下击破之 展少等 尽将其重 千平鲁校尉 从维桥瑞于苦 展瑞等四将 这里陈寿用的是吧 和有的将领的图 是不一样的 尽将其重 看出来于晋的 威望和见识 从一个将领来看 执展守恶 不诸从犯 这是什么样的 思想觉悟 再看看下面 张秀讨伐战 面对作恶的青州兵 于晋怒约 而还为贼乎 讨之 恕之以罪 然后先礼迎来 做好迎战的准备 才去见曹操 当时曹操的评价 是衰谷名将 和一家之 官渡之战士 于晋的表现 还是那么精彩 太祖处征袁绍 绍兵胜 晋怨为先登 太祖壮之 乃选不起二千人 使晋将 守炎金以聚少 太祖隐军还关度 刘备以徐州叛 太局东征之 绍攻进 进坚守 少不能拔 赋予乐进等 将不起五千 击少别营 从炎金西南援河至极 或加二县 焚烧宝具三十余囤 斩首或升个数千 将少将和茂 王摩等二十余人 守住炎金的意义 不用多说了 相信明白人都知道 又一路攻入 袁绍领地 说明于晋的领兵 作战的能力 虽然有斩首 或升这个词语 但是我相信 更多的是或升 最后是水淹七军 在洪水面前 他首先考虑的 不是如何 为自己争取 什么名声 什么地位 他看到的是 在水中挣扎的 普通将士 他下达了 投降的命令 也就是不抵抗政策 于晋虽然 被俘虏了 但是并没有 为关羽效力 他的投降 换来的是 三万多将士的性命 他自己呢 去了荆州的监狱 可见不是他怕死 他就是这样一个将军 更多的是 考虑到别人的生命 等到关羽败亡 于晋入吾 同样没有 为孙权效力 终于等到了 回归的日子 他把部分将士 带回去了 但是等待 他的是什么呢 地史语于 云屋化关羽战客 旁得愤怒 尽降服之状 进阶 才会发病轰 一代名将 就这样陨落了 于晋死前 我猜测一定会说 为什么就没人理解我呢 难道说 三万人 无意义的死亡 还比不上 活着回来吗 就算他们 不能再上战场了 活着总有些贡献和意义 晋持均严整 得贼财物 无所思路 尤是赏赐特重 人以法御下 不慎得势重心 以法御下 不慎得势重心 无非就是禁止劫略 乱世总有这样的降临 这样的兵 但是于晋却是不扰民 对于扰民的青州兵 树枝以罪而斩之 有人可能不理解 为什么于晋会投降 他不是叛变 从生到死 他的信念都没改变过 那就是保国安民 正是他有这个信念 起初才有人评价他才可认大 但是可惜的是 没多少人理解他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争权夺利的人 怎么会理解他呢 所谓的君子 吴国的文官于藩 是咋样对待于晋的 但是于晋呢 回到魏国 胜在于藩之德 可惜他遇到的是曹丕 一个牙字必报的真小人 在曹操的陵墓之内 绘制了凡城之战的故事 其中有战胜的关于 不缺的庞德 以及屈膝的于晋 于晋看后 当然是十分愤怒 不久便怅然而逝 曹丕表面上宽恕了他 但被帝里却极尽羞辱之能事 间接要了他的命 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 这样品德高尚的将军 终究不容于世俗 现在有的只是勾心斗角 争权夺利 有的是一将功成万古枯 有的是诋毁与谩骂 国难思良将 国人 可以崇拜斩首数十万的白起 可以为杀生百万的薛仁贵树被利赚 口上说着仁义道德 正义无私 但是就是容不下一个余境 对于曾经保护了多少人的英雄 却是无比的诋毁 当有一天你成为被牺牲的那些人的话 你会希望有一个余境来拯救自己吗 以上 我是剑心 拜了个拜